比党欧美股市的变化球 透过镜面德英法股市今天早盘开出之后 随后来到今天相对的最低 还有在亚洲市场当中 日经今天的政府也不小 这个高低点的一个落差 日经其实你别看这个从本来早上 这样来回快三四百点的空间 路股尾盘也是呈现压低 对 没错 刘总 实际上来讲的话 在近期的国际环境 会稍微比过去的一个月 这段期间来说的话 是稍微比较波动一些 那在目前来说的话 我想针对今天3月31号 就是马上要跨入4月份了 那如果说假设是就4月份来说的话 马上就进入第二季的一个 就是通常会比较觉得 是说是不是有机会 或者是因为时间也 就北半球刚好冬天过了 即将迎接的就是春天跟夏天 那这样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我想大多数人会对于第二季 会有比较高或者比较浓厚的期待 那但是针对目前这样的一个预期 或者这样的一个一般的这种想法来说的话 那我会觉得在今天 有必要跟投资朋友做一点我个人的报告 那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在整个国际的大环境 约略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它跟台股之间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关联 那我想我就一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跟各位切题 那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 整个我对于国际股市的未来的震荡 那意思也就是说 其实答案你已经很明白 就是震荡 就是国际股市的刚发 我没有所谓的所谓扬升 那所以 没有扬升计划 国际股市 那国际股市来讲的话 我觉得震荡已经算是勉强了 那所以如果国际股市未来的一段期间 仍然在震荡的过程的话 那势必我觉得说台股你要选择的 就是要嘛就是台股是盘整盘 要嘛就是台股揣来淡 那到底是哪一个我不知道 那现在我们的姑且来推敲看看 好 我们来看下一点的字卡 如果说假设 美股它是在做拉回的整理而已 它并没有像第二句话 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缓转向下 那假设美股它做拉回整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台股应该比较属于整理盘的几率比较大 那假设另外第二种状况 就是我们所说的货折的货的第二句 就是如果美股是缓转向下的话 那台股恐怕真的就是要揣得单 那在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我给各位的答案的话 就是说因为这样的状况 所以台股的命运会不一样 那也就是说当美股拉回整理只是一个箱形整理 那跟美股反转向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格局 那假设是说我们以这一个美国的道琼指数来说的话 那恐怕就要稍微观察一下 美国道琼在目前来说的话 也许你初步的一个关键的区域来说的话 就是道琼的17500点 那或者你如果是要用S&P500来看的话 就是S&P500的2040点 2040点 那如果这两条线来说的话 意思也就是说S&P500来讲的话 大约是在 就是2040点来讲的话 大约就是所谓的大概半年线附近左右 那如果以道琼来讲的话 也是大约是半年线附近 道琼来讲的话 17500就是17500的话 也是一样大约是在半年线附近 那所以如果假设能够道琼跟S&P500 能够守在这个字上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那这个叫做道琼跟这一个所谓的S&P500 只不过是一个拉回整理形态而已 所以它并没有出现反转向下 那如果说假设道琼跟S&P500 都继续往下去做所谓调整的话 那才是我刚刚所说 如果假设跌破了17500的道琼 或者S&P500的2040,2040的话 那就变成它的形态上来讲的话 各位就要留意变成这个地方 约略就要什么 变成要一个头 如果假设它要能够不形成头 就是一定只能够出现横盘真理 那道琼也是雷同 那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来讲的话 也就是我们请投资朋友稍微留意一下 未来这段期间 美国股市那么到底是拉回整理 还是反转向下 这两个出现哪一个 那当然你可以讲说 你看的都不是这两个 你看的是另外第三个 是往上升的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这样看 但只是我的看法 这样的几率是小的 这样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那所以为什么是这样的看 那为什么美国股市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二选一 不是三选一 因为我把第三个 就是我所说的那一个方向 把它去掉了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点 原因为何 因为最主要来讲的话 在目前的状况 先看看台股 我们台股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自己本身 是刚好今天3月31号的最后一天 必须要把去年的财报 全部公布 对不对 当然有一些公司来讲的话 也许到今天晚上 还在就是把他的资讯 往就是所谓的 这个政经教育所去传 那也许说不定 有些还没有完全都出来 但是在这样财报的 今天3月31号过后 我个人的看法来说的话 大概台股有机会 稍微喘息一个礼拜 喘息一周之后 马上紧接着下礼拜 那应该就会进入 所谓的3月份营收 要来做接棒 那我先跟各位做一下预告 那我们的研究员 我们的研究团队 近期拜访公司之后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最近所搜寻 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来说的话 似乎我给投资朋友一个建议 就是不要对3月份的营收 过度或者过好 或者过优的期待 因为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 看起来恐怕会比较偏向于 持平或保守来看待 那这个是有关于3月份的营收 那既然是这样来讲的话 代表我们自己本身 台股来说的话 它是并没有出现 一股自己本身内深 往内深 内深 内外的内 深起的深 没有内深的力道 并没有内深的力道 那当然政策面是推升的 那没有错 OK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点 那既然是这样来讲的话 那请大家时间接续了 我刚刚就把所谓的3月31号之后的话 一周的转息 再来3月10号之后的营收 左右的营收 再过来4月中旬开始 马上就紧接着超级财报州要开罗 那所谓超级财报州开罗来说的话 那就必须要先把超级财报州 到底可能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先来聊一聊 那这样的话 你才会知道说 到底未来的答案会是如何 那既然是超级财报州 我想各位应该过去的经验也知道 当如果有这些国际超级的 一流的大公司 在公布他财报 同时提出他对未来下一季的展望的时候 通常这一些的答案 都会马上很明显 很敏感的牵动这一些大公司的股价 那当时来说的话 也会马上就会连接着 连锁反应 连以反应 回来台湾相关的公司 台湾相关的产业的看法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来说的话 那恐怕这个超级财报州 在4月10几号 就是中旬左右 开始展开之后的话 那他就会牵动 整个国际股市的神经 那同时也牵动台股神经 那不就是这样逻辑就来了 好 那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呢 但是我想说的话 词tit了 也就是这样来讲的